我的心里 只在乎你 念珠 你说我们早到了半个多小时 本来都可以去旁边逛逛商场的嘛 你就陪我耐心地等一等吧 第一次采访 我想留个好印象嘛 好吧 你怎么突然进入忧郁牧师了呀 厉腾老半天没给我发信息了 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就半天没发信息有什么的 我告诉你啊 谈恋爱的时候呢 不一定男生主动 你也可以主动啊 你要想他 你就主动给他发信息 问他在干嘛 你怎么突然进入忧郁牧师了呀 那些衣服特别适合 嗯 你在干嘛 有事在忙 晚一点找你 你说说你 谈恋爱智商都降低了 我告诉你啊 这谈恋爱呢 就不能围着男人转 你这样他会腻 他不是要忙吗 你也忙你自己的 你这样他会腻 我来说一下 我们去做一个 那对 你这样的 那对 你这样的 是因为 酷 我是 那么 我来说 我替你 我来说 你 那这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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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 我来了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 果然是丽哥哥 不管我变成什么样 你都能第一眼看见我 这五年你都在为谁做事 我对那些打打杀杀的 没兴趣 那你特意没干什么 我对你有兴趣 我对你有兴趣 老实交代 你怎么知道硬币就在剧团 反正硬币在我手上 既然 我能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假硬币出来 你就知道 我知道多少了 不然 我想达恩会对我手里的东西 更感兴趣 所以当初你就是为了 栽赃杏海阮念初 才偷走硬币的 其实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交易 也不想要什么硬币 我的心里 只在乎你 你当初接近阮念初 不就是为了硬币吗 不是吗 仁春 念初 巧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 雨菲 让我来说 是你啊 李文记者 既然让人装作记者约我过来 然后算准时间让我看到这一幕 娃莎小姐 很荣幸我能让你这么费尽心机 不过以后请你不要再在我身上 花这些心思了 我是 我们是不会中招的 走吧 走着瞧吧 瞧瞧姐 你的包 立腾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虽然是个误会 但今后如果你对我家念初有任何背叛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雨菲 今天真的只是一个局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下午接到电话开始 我就觉得有些蹊跷 记者约我902见面 而立腾刚好到的也是酒楼 还是同一时间 我就猜测 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作曲 走 走 当我推开门看到瓦莎那一刻 我就明白了一切 你当初接近阮念初 不就是为了硬币吗 不是吗 念初 谢谢你相信我 那个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慢慢聊 雨菲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他说的硬币到底是什么